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爸 我今天要來配眼鏡 那我 因為我自己有黃斑布併併 所以我的眼鏡全部都是有變色的 那我這邊有一副眼鏡啊 就是這一副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副 那這一副其實它的造型我比較喜歡 可是這副有個問題就是 我配很久 然後它有光髒 然後它的變色的情況 它也比較嚴重 像現在在這裡已經是室內 可是它還是比較黃 所以這對於我平常拍照啊 修圖啊有什麼都沒有 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換一副影片 那我今天就來到寶室裡 這裡是大雷的電影 是大家好朋友 然後大雷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電影師 號稱全台灣 只要它喬過眼鏡沒有喬不好的 好 來大雷 我要換的是這一副 這副你看其實刮傷都還蠻嚴重的 這個是變色片 是變色片啊 之前配的這一副也是變色片 因為你說菜絲的它比較好 對啊這個顏色合什麼色 這個就很黃啊 對啊 我喜歡戴這副可是它太黃了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啦 這個色偏太大了 主要是我戴這副 我老婆都說我像沈玉琳 對啊你看就像色狼的感覺 我不是說沈玉琳色狼啦 我是說 好啦反正我要換 那我現在的訴求就是 因為我開車 然後又不希望這麼黃 但我又希望是變色片 當然菜絲的今天還是比較 比較清澈啊比較白定 幫我推薦還是 對啊 看它配哪一個比較好 如果又有開車 還是會想試試看開車專用 因為其實現在還蠻流行的 你說什麼是多焦點 多焦點的話是看眼看鏡 如果你看鏡已經看不清楚了 表示眼睛的調節力下降 我們年輕的時候看鏡 眼睛的水晶體可以 封起來 讓我們看鏡很清楚 但年紀大了眼睛的水晶體 比較沒有辦法封起來 原因是第一個 眼睛周邊的結狀子 拉花 所以它的肌肉的力量比較很高 第二個水晶體可能真的會硬化 那硬了它就比較沒有辦法 這麼攻起來 所以看鏡就會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每況愈下 但我們每況愈下之後 我們看鏡的狀況變不好 我們會需要第二個度數來看鏡 假設我們原來看遠是360 看鏡可能只需要150度 可是我好像沒有鏡數 我一直以來都只有閃光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看鏡會變成遠濕 就是了 對 就會變成遠 用遠濕的鏡片來調整 五足眼睛水晶體不足的調節 因為都要點最簡單 就是當我們看鏡的時候 我們正常配戴的眼鏡 但看鏡卻看不到 所以造成很多客人要眼鏡 你知道嗎 拿起來 才看得到 那麼這樣就是老花的一種現象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可能就要用 我們剛剛講 看遠如果是300度 看鏡如果是150度 我們就把鏡片設計成 從300度 慢慢變到最下面的150度 讓上面300度做看遠的時候使用 下面150度做看鏡的時候使用 所以就遠近都可以看 這個變鏡面的上下厚度是不一樣的嗎 你可以這樣講 當然不見得是厚度不一樣 但它裡面設計出來之後 有臨近有光學的變焦 所以讓我們遠近可以有兩個度數 其實我帶的也是 喔是喔 你有嗎 有有有 我不再看不到了啦 我年紀大了 呵呵呵 然後 有抗藍光 單光 飛球面 抗藍光鏡片 是 那除了抗藍光的同時 它又是變色鏡片 所以它在正常的 飛球面鏡片裡面 加入了抗藍光功能 跟變色功能 兩種功能 也就是說 鏡片 其實我們一個太陽眼鏡 我們是分開兩大訴求 第一個是遮光的訴求 遮光的訴求 我們的手段 就是把鏡片弄成有顏色 顏色 就 經過這個顏色之後 我們看的光線的強度會降低 所以我們講有所謂的50%遮光率 70%遮光率 85%的遮光率 也就是光通率只有15% 所以帶了之後 很大的太陽 我們看到15%的光 就不覺得這麼次良 就是太陽眼鏡的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是 鏡片抗紫外線的能力 抗紫外線的能力 跟顏色基本上 沒有直接的關係 它是第二個功能 這個功能 也被賦予才 透明的鏡片 也可以抗紫外線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 帶透明的鏡片 還是有所謂的UV的功能 因為上面有鍍膜 對 它也是經過鍍膜的手段 把紫外線吸收或反射 因為像我這兩片鏡片 它反射的光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啊 那這個就是當然不同品牌 不同鍍膜的技術 會造成不同的顏色跟效果 所以如果你剛說 那個大學生 他們戴的這個墨鏡 是沒有抗紫外線的 不管你什麼顏色 對眼睛都會有傷害 甚至乎有顏色的鏡片 卻不抗紫外線 比不戴還糟 原因是我們有顏色的鏡片 會讓我們的瞳孔放大 因為光通率少了 在暗的地方 瞳孔是擴張 瞳孔擴張了之後 你前面卻沒有抗紫外線 進入的紫外線 以倍數成長 可能是兩倍三倍 四倍的紫外線 到達眼睛水晶體 水晶體會 濁上的速度更快 所以選墨鏡 要有顏色 要有綠光功能之外 要有抗紫外線 這是墨鏡的兩大訴求 因為紫外線是不可見光 對呀 紫外線是不可見光 所以事實上也可以用 無色的鏡片來隔離紫外線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買的燈泡 像那種乳素燈 乳素都有很強烈的 紫外線 所以它前面會加一片玻璃 因為我發現我自己 其實現在 已經有偽光的現象 那非常有可能是黃斑布 視網膜的問題 我是黃斑布定調的 當然了 其實鏡片它有所謂的 這個一般的單光鏡片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般用戶來這邊看 應該是看不懂 那一般的這個就是沒有抗藍光功能 也沒有變色功能 身住戶不是現在還很流行 或大家喜歡選購的駕車功能 這就是基礎型的鏡片 那基礎型鏡片這邊有兩面 這個是一般的鍍膜 舊式的鍍膜 當然我們會希望用新式的鍍膜 原因是蔡絲表示 這個是它有史以來最堅硬 抗刮又耐磨的鍍膜 再加上其他的功能 所以新式的鍍膜我們比較推薦 我這個就蔡絲 對啊 鍍膜的耐用度會明顯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到這邊 這個就是抗藍光的系列 那藍光的部分 我們當然其實自然界太陽光就有藍光 但是我們現在所講的藍光 最主要的來源還是所謂的這個螢幕裡面的 LED所發出來的藍光 那麼現在我們使用的東西 有太多有螢幕的東西了 手機、筆電、你家的電腦、平板 那種種的東西都有這個LED螢幕 所以藍光就等於是一個 我們現在每天接觸時間很長的一個東西 那藍光的能量很強 很強 波長也比較長 所以它可以一直穿透我們的視網膜 穿透到我們的視網膜 那麼視網膜最容易被傷害的部分就是黃斑布 所以為了避免黃斑布病變 也被避免我們的視網膜有傷害 所以我們會適當的過濾掉一些藍光 當然有沒有效、有沒有很有效 我們不敢講 那所有的防護措施一定都是有 比沒有好 就像買車子要不要買安全氣欄是一樣 有安全氣欄未必可以保你萬全 那沒有的話可能會更差 然後最後我們剛剛講有藍光 有變色 還有現在所謂很流行的這個 駕車專用晶片 Dri-safe晶片 駕車這個是像你那時候是多焦點嗎 那駕車當然 不一定是多焦點 它不是必然是多焦點 所以它這邊可以有單光的晶片 我們一般所謂近似的 300度、500度、800度人配 當然也有我們這種老人家要帶所謂多焦點 因為看見不清楚 用多焦點晶片 兩種都有 但是駕車晶片最主要的是強化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它這邊寫的 低光源優勢力技術 這個技術是用晶片光學的原理 可以提升我們在暗處的清晰度 眼睛在暗的時候 瞳孔會張開 就像相機的光圈放大一樣 有玩相機對光圈有概念的人都知道 一旦光圈開大 我們清晰的地方就會變少 所謂的景深變淺 這個在夜間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有相同的問題 用光學來修正 可以提升在暗處的清晰度 這個是他們專利的技術 客人的回饋 客人的回饋 客人的回饋其實很單純 就是晚上覺得開車比較清楚 一旦換回來傳統的晶片 他們看東西會覺得比較不清楚 所以事實上的感受是有的 只是這個很難去量化 我今天帶的這個晶片可以清晰幾% 是30%還是50%很難 但客戶的回饋感受是 嗯有差喔 晚上真的比較清楚 我也是覺得這兩副其實 這個確實是比較好 是喔 那當然啦 這個某個部分也是 因為菜絲本身就是一個高清高透光 而且兩副差不多時間配 我這副的抗刮 跟這副的抗刮就有差 這副刮的還沒有 那表示菜絲廣告沒有這個不實 他是很實在的 那麼我們剛剛講第一個技術 就是低光源優勢力 用晶片光學原理修正蓬孔 在晚上張開之後 所造成的前景深問題 提升清晰度 第二個就是開車人 經常會面對到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很多所謂的 高K數的光源 從以前可能3000K 3500K 3800K的光源 變到現在4300K 5000K 8000K 甚至1萬K 也就是顏色越白 越藍色的光線 這個通常來自於什麼 我們講HID的燈 甚至LED的燈 非法改裝的車燈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光線在夜間 會造成炫光的問題很嚴重 也就是我們看過去 鏡片上面很多光影 車子的這個可能 我們講擋風玻璃 讓你呈現很多不同的光影 這些炫光造成的影響 也不可忽視 所以他們也透過濾光的技術 造成了這個防炫光的磨成 讓我們在這個 這些比較 惡劣的環境 特別下雨天 那個炫光會更嚴重 那麼它可以做過濾 然後讓我們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影像 更少的干擾 所以他們講的效果是 舒適的駕車視覺 強化昏暗環境的視力 增強顏色的對比 當然他們家最自豪的頂級的光學品質 這個是駕車鏡片現在目前的訴求 所以有三種選擇 我們基本的鏡片 變色的鏡片 還有駕車鏡片 所以駕車不能跟變色在一起 可以喔 所以你們這邊看到 在下來這邊就會出現 變色的駕車鏡片 那麼變色的駕車鏡片 也可以跟多焦點結合 所以有多焦點 有變色駕車功能 都有 也可以 不過暫時可能不需要這個 我們可以 我應該就是變色駕車 對可以考慮變色駕車 就會比較符合需求 那我應該 好那就選這個 那這個其實它有分所謂的1.5 1.6 跟1.67 那這個我們叫做鏡片曲折率 那麼其實不同的曲折率 就是我們講鏡片折光能力越好 相同的度數可以做得越薄 所以我們用折光能力好的鏡片 那麼鏡片就會做得比較薄 不過當然這要跟度數有關係 一般來講 可能你兩三百度的人 用這個就可以了 你如果兩三百度以上的人 我們可能就比較推薦你所謂的 超薄鏡片 當然有的客人可能六百度以上 就七八百度了 那麼或許就可以考慮 超超薄鏡片 我們大概是這樣就區分 跟它配戴的重量有關 對重量會是影響 厚薄度也是影響 因為鏡片厚不美觀 你看一下我這副算是 很薄啦 本來就薄了 對啊 度數非常淺 這個是幾度 我只有閃光嗎 我只有閃光75度 我也不知道我有幾度了 上次量是75度 對啊 所以這個大概比較不會有厚薄度的顧慮 75度沒有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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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